好我们来看一下8.3 8.3呢就要讲到这个电磁波 这个电磁波就是我刚才讲的 光波是电厂跟磁场 他们呈现垂直的一个恒波的一个动态 至于电厂跟磁场是什么 我们刚才在讲 不过呢就发现到了 原来光呢 其实它是电厂跟磁场相互的 影响然后呢产生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讲说 光是一种电磁波 所以还有哪一些是电磁波呢 他们就在延伸 再去寻找 跟这个光有一样的这样子的特性 把他们group在一起呢 就成为电磁波 而我们的电磁波呢 就根据我们的波长 我们可以分成波长频率比较低的 我们是从频率低那边开始 频率低的那些呢就是所谓的radio wave radio wave的话 不明思义它就是我们以前 以前我们的radio不是像我们现在 现在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radio怎样 怎样会 以前的radio呢是要拉拉拉天线 然后呢 那个信号呢是覆盖在我们的空气当中的 所以你只要拉天线拉的够 就是够长 然后呢就可以接收到我们要的那个 信号就可以听radio了 虽然 那个这样子的技术不是很好啦 因为它有时候会收到不是很轻 然后呢会有那种沙沙沙的声音 这个叫做radio wave 所以从那个时候啊就开始说 这个电磁波原来可以传信号的 然后呢也包括了过后连电视 我们以前的电视呢也是有天线在物顶上的 也是通过这个电磁波来传播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电磁波的开始 当然现在你说还有哪一些是这样子的那个 radio wave 的那一段呢 还有我们拿来微波炉啊 microwave其实也是属于那个radio wave 的那一段的 不过它是比较偏向 频率比较高一些的 microwave等等的 然后所以它是分成短波中波长波这样子 反正呢就是拿来呃send信号的 当然现在我如果没有错的话我也不是很确定哈 应该我们的那个呃手机的信号也是属于这一这一段的啊 然后还有哪一些那一呃 包括了wifi应该也也是啊wifi也是 ok上去一点呢我们就要讲到可见光 可见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光啊我们肉眼看到的 其余的其实就是可见光以外的电磁波其实是看不到的啊 啊那我这边有图吗 你记得我有放一个图 我有放一个图你稍微的等一下哈 我根据我那个图来讲 会比较好 ok可见光它就有分颜色咯红尘黄绿蓝电磁 红尘黄绿蓝电磁 我没有放到那个 红尘黄绿蓝电磁 然后纸再往上一些它就有纸外线啊 那红再往下红再往下红再往下就是频率再低一些就有这个红外线 那红外线其实呃也是可以拿来send信号我们的remote control啊 呃投射你发你去看我们的那种电视的remote control啊 它前面的前端都好像有一个LED灯泡这样子 那个其实是infra-ray的的的一个一个有点是叫灯泡啦 因为它发出是电磁波 那这问题是你就会发现到每次按呢好像都没有发出光 因为那一个它是发红外线红外线真正来讲的人 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 如果你讲算哎老师呃我我我暗了时候会有红色光出来的 那个叫laser啊laser的话呢它因为它是红色 所以它其实是可见光的红光而已啊 啊所以不同的呃至于laser为什么可以设到这么精准呢 它的那个技术来讲呢是比较不一样一些 所以这个呢我们啊高中会就讲了啊 所以目前我们先不要呃 不要讲说它是怎样达到一个这么精准的一个呃 呃可以有紫色这样子 Alle 然后再上去的话呢 而而就开始有一些危险性了 怎么说呢它的频率越高的话呢 它就会呃可以改变有一些的 我们叫做ionizing power 或者好像也不是真的是掉化硬的 反正那个频率高的话 对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伤害性 像紫外线 如果你步入在紫外线多的话 你会有皮肤癌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上的像x-ray 虽然我们感觉上x-ray 我们来照我们的骨头有没有裂痕 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伤害 但是他们觉得说长期 如果长期的照射还是会有伤害的 所以很像孕妇 他们就不鼓励说要照x-ray 孕妇就不照x-ray OK 那再来还有在网上呢 就还有一个是最恐怖的 是gamma-ray gamma射线的话呢 它是目前我们的 认为说它是最有伤害性的一个辐射 所以很像说 核能发电很多人就很怕的是 其实所谓的我们怕的是除了 除了α射线跟β射线以外 再来就是这个gamma射线 这个gamma射线呢 也是非常的有一定的危险性 当然有医学 他们医学方面 他们其实是可以控制到这个gamma-ray呢 是杀死那个癌细胞 当然这个是比较少数的一个应用了 毕竟我们还是对这个gamma-ray是有点怕怕的 但是癌症反正癌症就是救不了了嘛 所以就唯有的尝试一下 OK 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那下列核子不是电磁波 radio wave是x-ray是gamma 是先是alpha ray就不是了 因为alpha ray呢 它是氨离子 它是氨离子飞快的移动 然后呢 因为因为他们他们有发现到 如果某个粒子呢 飞快的移动的话呢 它就有一些波的一个色情 所以以前他们以为这个gamma是 alpha射线呢 是一种波 但是过后才发现到 原来是一个粒子啊 飞快的移动而已 所以这个是其实是有一个一个 为什么它叫ray 但是它就不是 它又不是电磁波 是有原因的 然后呢 电磁波在真空中呢 它的和什么会具有相同的速度 和光会有具具有相同的速度 声波就不是了 声波很慢的 340 这个电磁波其实是跟光速一样 3×10的8字房 3×10的8字房 电磁波的波长越长 频率就会越小 频率越大的话呢 波长就会越 短啊 所以这个呢 才是一个正确的 所以反正呢 我又V等于Flanda 然后呢 V是固定吗 F提升landa就会下降 所以它就是 F跟landa呢 就像悄悄版 所以频率越大 波长就越短 波长越长 频率就越低 大致上是这样子 OK 在可见光里面呢 红光是频率最低的 所以你只需要记一个 我是记频率 我是记频率 红光频率最低 直光的频率是最高 然后呢 波长就最短 频率最高 波长最短 所以频率最低 波长就最长 大概是这样子 还有什么呢 以下有关无线电的叙述 错误的是哪一个 用收音机接受电台的信息 是用无线电波吗 是的 那个Radio Wave吗 收音机就Radio吗 其实刚刚开始 无线电波呢 就是这样子来用的 过后无线电波 又可以分成长波 短波 中波 长波 中波 中短波 短波 还有微波 是的确是有这样子的 一个分类法 在不同的电台呢 它发出的频率 是不同的 那就是通过这个来更换它的频道 是 我不晓得你们的知不知道 至少在车上我们还是有用到Radio 对吗 驾车的人士应该都会知道说 我要听那个电台叫988 我是最喜欢听988 988 其实它的频率就是98.8 如果我们没有记错它单位应该是Megahertz 然后它都是Megahertz 98.8 或者是101.8 以前我们的那个电台 那个是叫第五台 最早的华文电台叫第五台 好像是101.8 101.8就是另外一个华文电台 反正就是华文电台 我有记几个是华文电台 最近我太太比较喜欢听到什么叫勾选 年轻人的 OK 这个大致上是这样子 以下 还有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错的 波长最短的频率最高 其波长最短 它的意思就是说 无线电波是波长是最短的 频率是最高的 如果看电磁波 整个电磁波来看的话呢 应该 它是频率最 频率是最低的 波长应该是最长的 因为如果你讲说波长最短 频率最高应该是那个Gamma Ray 应该是Gamma Ray alright 以下有关紫外线的叙述错误的是哪一个 紫外线的波长比可见光的紫光来的更短一些 是的 它的频率更高 紫外线比紫光高一点 少数的紫外线可以使得皮肤细胞更健康 是我 如果少量的话是的确 因为我们发现到皮肤的黑色素会吸收紫外线对不对 它吸收了紫外线之后 它就可以制造维生素D 所以其实我们的是需要紫外线 但是又不能被紫外线不塞 因为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很可怜的 太多又不好 太少又不行 这个是有的确 少量是对我们健康的 可以拿来杀菌 也是的 Covid 经过这个Covid的疫情 我们对什么东西可以杀菌的开始非常了解 当然我们经常讲要用酒精 酒精类的或者是有氯的 这个是化学性的 化学性的杀菌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还有另外一个是臭氧 臭氧其实也是可以拿来杀菌的 物理性的话我们就是用紫外线 就紫外线也是可以杀菌的 紫外线可以用在热辐射 热辐射是用红外线 热辐射是用红外线 不是用紫外线 OK 所以这个错了 有关红外线哪一个是错的 电视机遥控是发出红外线的 来控制电视机 是的 红外线不好的地方就是你要对准一点 如果你对去对旁边的话你是按不到的 像如果你讲说如果我要没有对准 然后还是可以按到的话呢 那你可能就需要 比如说Mouse 我们现在用的很多是Wireless的Mouse 那Wireless的Mouse应该是用RadioWave 或者 那个技术 技术可能不同 有一些是用WiFi的技术 有一些是用Bluetooth 但是他们用的电视波应该都是RadioWave 无线电波 红外线拿来检查 这个杠精的裂缝吗 好像 好像不是 那是什么 我就不记得了 这个你要看回课本 反正这个就错了 好像不是红外线就对了 红外线的波长比 可见光的红光更长 更长 它的频率比较低 所以波长更长一些 对 温度 越高它发出的红外线是越强 是的红外线其实是有带着我们所谓的热辐射的一个 功能 所以如果它发出来红外线越强 其实代表这个东西的温度越高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 热的传播除了 传播 有传导对流和辐射 这个辐射所谓的辐射就是以这个红外线的一个形式 是这样子的意思 OK反正这个你们查一下 没有记错 超声波可以用超声波 但是 如果是电磁波 我不晓得是用传是传是传是这样子的 这个卡我还是要查一下 不太记得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波 哪一个 叙述是错误的 我们利用微波来加热我们食品 然后呢 食物的内部呢 也可以同时被加热 其实这个微波它加热的原理 它是加热一些蛋白质类的物体 还有水分的物体 它其实有传透性 然后呢 它 如果你 我有听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如果你今天放了一个 碟子 进去 放这个微波炉 其实你的碟子是不会热的 因为它要加热的话呢 它是 靠震动 来让它加热的 而这个震动 它必须要那个粒子本身 必须要有波拉 所以我们知道有波拉的东西应该就是 像水分 蛋白质 这些 脂肪可能也可以 这变成了 有一些特定的脂肪 脂肪不太 不太确定 反正的就我很确定的是 蛋白质和水分 是特别容易被微波加热的 所以微波可以产生热这个 呃 讲法 不是 对 然后红外线产生热 微波为什么它加热食品又可以加热 其实是它靠震动来 它是 利用震动 然后呢 连带那个水分震动 所以水分就变热 所以微波可以产生热 这样子的讲法好像不是很正确 OK所以这个是错误 微波可以使食物中的水分快速的震荡 然后使它温度提升 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讲法 然后呢微波的波长是最短的无线电波 它是在无线电波里面 频率最高的 所以就变成了波长最短 所以这个讲法是正确 呃 Excel线 错误的是什么 Excel线 波长极短穿凑力很强 是的 只有 呃 所以它只有一些很硬的物体才可以挡住 所以 Excel线为什么可以检验我们的这个 呃 呃 骨头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好像除了骨头可以挡住 所以它就会呈现白色 其他部位呢 就 就会穿透 然后呢 就 黑色 所以那个风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哦 那个 有裂缝都好 然后它就可以看得到 用来治疗 癌症的应该是那个 这个伽玛色线 不是Excel线 伽玛色线可以 杀死那个癌细胞 所以治疗癌症的应该是 伽玛色线 不是Excel线 Excel线能够穿过人体软组织 就是呈现黑色 然后呢 被骨骼吸收 所以呈现白色 非常正确 就是这个意思 啊 刚才检查钢筋的那个应该是这个 Excel线 make sense make sense ok sorry 这个就是 呃 刚才的 刚才是讲红外线 是吧 应该是 Excel线的功能来的 以下哪一个 这个Gamma Ray的叙述是错误的 他是穿透力很强 波长很短也是 呃他跟他比这个Excel线还要来的更短 最短的 穿透力最强的 可以拿来杀菌吗 只要他是 紫外线杀菌 我们没有把这个 Gamma Ray来杀菌 他可以不可以杀菌 我们不太晓得 不过他非常危险的 所以一般我们也不会用他来杀菌 啊 他会对人体造成了严重伤害 然后 必须在严格的控制之下 他才可以拿来 进行这个癌症病人的一个放射治疗 OK 过亚 造成了严格 中情 亿 进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